不要再這樣看 要不累 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不要這樣看 那我來看 看一看 好 這座還要看一看 還要看一看 有啦 這很涼的耶 喔 這還涼的 你們怎麼都在那裡那裡那裡都不覺得大 不會啊 不知道啊 不然這樣 你說 如果在那裡煮六月天 回到那裡煮的 你對我走就好 嗯 如果我拿手機錄影 都不斷是真的耶 你瞧我哥請外套耶 哈哈哈 我真的有告訴我 給我臉笑話耶 呵呵 在任何工地裡面 板摩師傅跟白替愛師傅 應該都要是好朋友喔 因為他們必須在工地裡面合作無間 所以今天他們才會一起出現在工地 現在是工地的時間10點35分 我們持續正在趕工中 今天早上7點板摩師傅就已經打電話來說 他們到現場 開始做板摩的綁紮 那昨天鋼筋的綁紮剩下一點點工程 所以早上他們 老闆夫妻們來把剩下的工作做一做 那我們今天接續看著這個板摩 板摩的綁紮 那板摩的綁紮我們可以 試想著說 它是為了要防止那個混凝土在交織到鐵的時候 會溢到外面 所以它就是一個微燕微染防止那個混凝土外洩的一個功用 當我們看到這個模板圍著鋼筋組合起來就像一個容器 我們的目的呢就是為了要交織混凝土嘛 而混凝土啊其實就像我們人體的肌肉 它必須包裹著骨骼的意思 所以鋼筋就是骨骼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板摩在組的時候 跟鋼筋之間就必須有一點距離 這樣灌好漿的時候啊鋼筋才不會跑出來嘛 所以我們在第六十集放樣的時候有說 可以再跟我說一次嗎 就是你看到外面的線就是那個大底的模板的環環圈 就是最外面的這邊線是要鋼筋模的 模板就是鋼在這裡 鋼在這裡鋼在那裡 那裡面這個咧 這一個就是不管先管外面 這一個就是大底 就是基礎大底的那個外框 什麼是大底 喔那個在那裡去討論啦 因為原則上它模板在那裡放在這裡 然後扶這裡 然後它會關一個四十公分高的那個大底 大底是基礎的意思嗎 對基礎的一部分 喔所以到底什麼是大底啦 我們現在啊綁好鋼筋 組好板膜 現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準備好要灌大底了喔 而這個大底啊 就是整個基礎中最底下的一個大型的基礎板 那透過這一座基礎板 會結合地樑往上 我們會把整個建築物的各種沉重啊 傳播到地盤當中 讓基礎板下的土壤或者岩盤 來承受你整個建築物的重量 所以說大底你也要打給你 你的建築自然就會強固 所以我們大底的基礎運用 就是獨立與聯合基礎兩個互相應用 我們當然知道法式基礎開用啊 但是條件就是希望這房子可以控制在200萬內 完成結構體拿到使用之兆 所以在建築師自己精密的結構推敲與計算中 安全與省錢兼具之下 選擇採用聯合基礎 加上中間兩顆可愛的獨立基角 來作為我們的基礎應用 最近有位可愛的網友就有留言說 難道你們不考慮說未來有可能會加蓋上去這件事情嗎 當然沒有考慮啊 建築師的家還加蓋 那怎麼對得起雲林眾生呢 哈哈哈哈 沒有加蓋這回事啦 唯一只有拆掉重新請照重新蓋這條路啦 你有此個留言就可以知道這個業界不是暗圖施工這麼單純齁 不然不可以走 要做一下示範喔 一塊板膜跟一塊板膜之間會把它排列起來 排列起來之後它會把增加這個木頭固定 然後再加一個鐵固定 中間這邊會綁這個鐵絲 鐵絲是連接進去鋼鐵裡面 它是為了把這個板膜跟鋼筋的部分把它固定 那固定之後你在裡面膠質混凝土的時候就會有抓力 就把它抓住不會就是崩開 那混凝土就不會往外陷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會看到這個鐵啊 其實正常來說它就是放在 它就是綁一綁然後放在基地上 那它就是一個為什麼需要做這個膠質混凝土 因為我們上面要蓋房子 那房子就是要做在基地上 等於就是這一個混凝土的部分是抓住這一個房子 避免說颱風來啊或者地震的時候颱風被 颱風房子不夠重被風吹走 那還是說地震在搖晃的時候 它可以讓下面有一個很重的混凝土的 可以把你的房子抓在地上 主要它的功能是做這個樣子 由於我不是工地實際施作的人員 所以沒有辦法跟你解說綁鋼筋或者是綁鋼膜正確的方法 但是網路影片很多喔 專業解說的也很多 你要是有興趣的話再自行去搜尋一下 比如說那個它會把那個板膜啊 板膜的中間跟中間會再橫一個桿子 是為了要讓它更受力更強大 那它會用牽線啊綁住 就是沿著那個板膜打一個洞 然後綁在這個鋼鐵上 到時候這個混凝土交織在這個板膜裡面 鋼鐵裡面的時候 避免這兩邊的那個板膜 就是混凝土會把板膜撐開 所以它必須要把它拉住 需要有一個牆壁把它拉住就對了 鐵工就是綁鐵的師傅有講說 這個撐的這個L型的可以把那個 就是鐵部分在支撐然後避免浪流 就是交織混凝土的時候啊 混凝土會有重力 重力的時候它會把板膜撐開啊 或者鐵撐開 怕它跑掉所以要固定 喔所以你固定是用這種這種 什麼什麼 要固定這樣 然後還有旁邊這個 這個把它固定這樣 啊它這個板膜也是為了要 就是顧好跌這樣 好 不要把板膜撈好 好 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不怕 好 再揮吧啊 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